严喜攻略顺平为什么要杀魏英洛?顺平和魏英洛富衡有什么仇? 古装题材轻功大戏严喜攻略上线热播中,张嘉妮扮演的顺平出场的时间虽然有限,但该角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顺平的言行尽显腹黑,就连向来激警的魏英洛都被蒙骗了。 顺平这一出出连环计让魏英洛一时间难以招架,好在皇帝的信任给了魏英洛翻盘的机会,最终顺平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。 那么严喜攻略顺平恨魏英洛是怎么回事?接下来,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介绍。 严喜攻略顺平恨魏英洛原因介绍。 严喜攻略顺平的戏份被删得不少,因此这个人物的呈现有点不连贯,不过剧迷们仍然看得很带感。 严喜攻略马上就要结尾了,最后一个大反派顺平也在大家的念叨中上线。 大家发现顺平一上线便开始搅乱后宫,他虽然长着一张柔美的模样,但他却是心狠熟辣,最开始顺平一直和魏英洛往来,并且让人感觉他对魏英洛很好,但却被地里想要杀了魏英洛。 大家在看了严喜攻略剧情之后都觉得顺平喜欢傅衡,而傅衡喜欢魏英洛,他便想要除掉魏英洛,其实不然,顺平之所以恨魏英洛是和乾隆和傅衡都有着关系, 他恨乾隆将他抢取,他想要自杀却又被傅衡所救,这让他觉得很绝望,便对这两人心中怀恨,而魏英洛是他们两个人最爱的人,他便想要报复魏英洛来泄愤。